石板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 今天我想谈一下金门海域争议这件事情 最近在金门附近发生了一件大事 2月14号这一天,有一艘中国的快艇进入了金门海域 被台湾的海巡署发现 海巡署的船过去追赶的时候,这艘快艇逃跑 一边蛇行逃跑的时候,不小心翻船 结果一共有四个人,两个人身亡 两个人被台湾方面救起 这件事发生之后,中国的国台办 先谴责了台湾方面的粗暴执法 过了几天之后,到了2月18号这一天 中国突然之间说要加强在台湾实质掌控的金门水域 加强巡罗 到了19号呢,一艘台湾的游览船被中国的海警局叫停 然后呢,上船临检 当时这些台湾游客非常担心,怕大家被带到中国去 好在半个小时之后呢,他们被放回来 这些事情呢,就是直接变成了中国的海警 在台湾的现在实质掌控的水域呢,进行执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状改变的一个事件 所以说呢,这几天国际媒体非常关心 而且甚至有人说呢,是不是台湾海峡要打起来了 对于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呢,可以从三个角度谈这件事情 第一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呢,中方片面企图改变现状的这么一个事件 首先呢,现在台湾有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报道 就是说这些快艇呢,上面好像没有余具 而且呢,它上面四个人呢,也不是浙江福建沿海的人 大部分是四川周围的内陆部的人 另外一个呢,这个快艇呢,是很快的 应该不是打鱼用的 所以大家推测呢,是不是这个走私的 或者是贩毒的 或者呢,是中国的这种海上民兵派来侦查的 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这点呢,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好说 但是说呢,至少我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 是一个突发事件 因为看到中国的反应呢,是慢了好几天 这个件事发生四天以后呢 中国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行动 海警局宣布在这个金门海域加强巡逻 或者是中国海警局在海上执法的状况以后呢 就说明中国呢,这件事情报到中央以后呢 做了一个方针,就是说企图改变现状 这一点呢,其实中国是蛮有经验的 和在日本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呢,日本和中国有一个争议的地方呢 就是日本叫尖阁筑岛,中国叫钓鱼岛 在这片海域呢,实际上一直多少年来 是日本的实质掌控的地方 但是中国在2008年的12月呢 突然间有两艘政府的船 当时还叫中国海洋局的船 进入了钓鱼岛海域 然后呢,慢慢慢慢呢 它就变成一个常态化了 刚进来的时候 日本的媒体是头版头条 报的非常非常大 在日本的国会啊 也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来讨论 但是因为它经常来 比如说一年呢 就有几百次中国的海警船 要进入这一带的海域 所以说呢,中国已经从量变到质变 就是已经突破了 日本的实质掌控钓鱼岛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这一次呢 我想中国呢,也是在台湾海 因为他们看到一月份的选举 中国并不喜欢到爱卿德当选 那么过去呢 中国有一些礼让给台湾的 双方有一些默契 中国现在开始企图突破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呢 改变现状来给台湾施加压力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现在国际社会 都认为是中国的改变现状 但是台湾方面的对应 我认为呢,也并不是非常好的 首先呢,台湾的海巡署 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他们发表是说呢 中国这艘快艇在逃跑的时候呢 蛇行最后翻船 但是现在呢 这两天到了20号的时候呢 才有媒体报道说呢 实际上是两艘船有相撞 很有可能这个船呢 是被撞翻的 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 海巡署呢 承认了说有多次接触两只船 那这种消息呢 我觉得应该第一时间爆出来 因为现在国际媒体 对中国的发表 往往是不信任的 对台湾的发表呢 其实大家是认为台湾的发表 都是真实的 就是国际媒体都会引用台湾方面的说法 这时候呢 如果你有故意的 把一些对自己方不利的内容呢 没有事先爆出来的话呢 这个呢 会对台湾自己的公信力 对国际社会支持台湾 会有些负面影响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另外一个 毕竟是台湾方是执法一方 中方呢 有两个人过世 我觉得台湾的 比如说像蔡英文 像爱卿德 重要政治领袖呢 应该是有一个 表示遗憾的一个方式的话呢 这个既是对这个被害者 也是对国际社会呢 会更加得体一些 这方面到现在为止 没有这方面的表示 这个总统副总统 应该也出来表态一下 那么第三件事 这件事情会不会升级 首先呢 这几天呢 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说呢 军队不会介入 这是海巡署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台湾呢不想升级 那么台湾自己先表态 军队不介入 就是警告中国 你的军队也不要介入嘛 那么国际社会 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呢 这个事情呢 我认为在现在呢 就是升级的可能性 并不是很大 对于中方来说 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在台海呢 要搞事情的准备呢 我认为并没有做好 我认为中国的 也不会做很大的升级 比如说1950年代的时候 像发生八月三炮战啊 或者是更早的 这个古宁头战役的时候呢 金门的台湾的守军呢 是有将近十万人的 但是现在在金门的守军 只有三千人 某种意义上呢 就是说如果中国真要打过来 台湾是守不住的 但是说如果中国真要是在这些离岛 这个挑动事端 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的话呢 那么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对台湾人的这个 对中国的感情 对中国的印象 会有非常非常负面的打击 那么邓小平以后对台湾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两岸政策 其实呢 就会完全被改变 所以说我认为现在习近平呢 应该也还是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但是这个事情呢 已经到现在呢 两岸的对立已经明显化 而且呢 中国会用切相长的方式呢 不停的应对台湾 这方面呢 我认为台湾呢 需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战略 因为现在两岸之间呢 有很多的问题 是历史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次金门的禁止水域 中国把它不承认之后呢 台湾会怎么办 还有一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是1950年代设定的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还没有制空权 所以说呢 它那个防空识别区 是一直到中国的江西省之内 所以现在呢 如果有一架呢 从南昌飞到上海的飞机 它一起飞 就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了 这个防空识别区呢 已经不符合今天的时代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台湾在今后呢 对中国的时候呢 可能要把一些历史 一个问题解决掉 同时呢 又有一套 面对中国的这种切相长的战略 台湾呢 应该想一套 比较现实的 具体的应对方法 好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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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